因为这个男人 中国不再惧怕美国 因为这个男人 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 至少提前了20年 他就是中国航天之父 火箭之王的钱学森 为了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总装备部和西影集团等单位 联合设置了电影《钱学森》 这不仅是钱学森一个人的史诗 更是一个民族的史诗 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出导弹 美国人能造出来 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少跟马尔走 2007年着手创作剧本 三年的时间 创作人员查阅了大量文字史料 采访了钱老的夫人蒋英和儿子钱永刚 以及与他工作过的工作人员 多达100多人 2010年8月第一稿剧本完成 五万余字的电影文学剧本 将浓缩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 则是难上加难 为了在线钱学森精神 电影全部采取实景实地拍摄 大道东方红发射架 彗星发射地下控制中心 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实验室 小道钱学森工作过的办公室 FBI办公室 审讯室监狱等地的格局与步调 都是按照当年原样拍摄的 要说最值钱的 还是两枚东方导弹模型 一比一真实比例 27米长 六层楼高 实景拍摄自然是困难重重 预先准备的古风机 压根没派上用场 风吹石头 跑到大隔壁滩上 吃饭都得救着沙子 四月的天依旧是寒风刺骨 但为了模拟当年修铁路建机场的戏份 几百名基地官兵 参风引路 沙窝里打滚 但导弹的点火 升空到飞行的轨迹 没有一丝马虎 都被完美地呈现出来 甚至连机械内部的细节镜头 都没有错过 可以说这部电影的试效 不属好莱坞大片 手上没有剑 和有剑不用 不是一回事 有了强大的制作班底 可在演员的选择上导演张建亚 也是费尽了心思 他找到陈坤时 陈坤正在拍摄新鲁门客栈 从敞花到导弹之父 这转变太快太大 陈坤不敢接 可一生中能碰上 演人物传记的机会不多 在导演的劝说下 他切了戏 而留给他做功课的时间 仅有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来 他翻看了大量 有关钱学森的书籍 越看越没了底气 前学森神一般的存在 让陈坤越发觉得自己太渺小 一脸紧张到 好几晚都睡不着觉 而让他找回自信的 还是剧组里的特效化妆师 连凯 他不仅饰演了影片中 罗友来一角 还有每次花费四五个小时 专门为陈坤做特效 从设计 导模 雕塑 翻模 上色 换皮 打磨 一连七八个程序 过程极其繁琐 所以剧组一个特效 是根本不够用 张铁林林永健的特效妆 又请来了 有着六十多年 特效妆经验的 王熙忠老师 形似虽然达标 可为了神似 林永健亲自到 孽舍老家 学习四川话 陈坤也是苦辈 英文台词和专业术语 除了勤劳的事业 他与妻子 蒋英的爱情 也是一场重头戏 这位著名军事家 蒋百里的女儿 徐志摩的表妹 英勇老先生的表姐 为了爱人的事业 牺牲了自己热爱的音乐 只是可惜 演员张雨琪 在塑造上 有些差强人意 电影的第一版 长达四个小时 所以不得不减掉 很多情节 但当年全国人民 上下一心的起魄 永远留在了戏里 赤刺六千万 打造的蘑菇云 腾空而起的瞬间 激荡着多少 中华儿女的爱国魂 前老当年指挥的 不仅仅是导弹的试射 更像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是一霄 观众我 影视幕后 精彩不休